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阿姐长得奇丑无比,嫁不出去,我妈狠心给她下了披霜,打包好尸体,卖给富商节姻亲,可中元节那晚,一个女人的出现,让村里所有人都吓傻了。 阿姐长得很丑,没人给她介绍了个年近五十的官夫,刚见面,老官夫吐了,人也吓跑了。 在爸妈眼里,跑的是五万彩礼。 爸坐在椅子上抽汗烟,还是气不过,冲上来猛刮阿姐耳光。 阿姐喷出血沫,飞出去半米。 妈嘴里咒骂不停。 贱货?送上门都没男人要,家里才会收不到彩礼,给乖宝买婚房。 生你养你,不就这个作用? 阿姐趴在地上,一句话也不敢说,哪怕这时小弟才六岁。 妈就一手指戳她脑门上,咚的一声,阿姐的脑袋撞在一侧的墙梯上,血顺着脑门往下流。 阿姐晕了,醒来躺在猪圈里。 一连几日,妈都不准她进屋来。 可今天,妈出了一趟远门,回来就变了。 没开眼笑的,还抱回一床红被子,钻给阿姐的。 小弟上手抢,挨了一下藤条,哭得震天响。 摊开的掌心,一条红印子像吸饱血的水质,肥厚粗肿。 妈竟然没留情,以前她从没打过小弟。 阿姐摸着光滑的红背面,鼻子一抽。 小妹,妈,这是舍得对我们好了。 我想到小弟手心的水质,一种古怪的感觉涌上,让我回答不了阿姐的话, 只能紧紧挨着她,换了个话题。 姐,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女人? 阿姐想了半天,挠着头黑黑傻笑。 小妹,我没想过,说不出来。 你呢? 她把问题抛给我。 我下意识答,像鸟儿一样,自由,快乐的。 阿姐愣了一下,似乎真在脑海里想象小鸟在天空飞翔的模样。 她眼睛忽然变得水润润的,背过身去。 我就是鸟,但是锁笼子里的。 阿姐声音有点陡,于是我们都默契地安静下来。 过了会儿,阿姐估计觉得怪骚人的,就洋装瞠怒道, 小妹,你现在说话怎么还学起秀才了? 样样的。 我抓紧被子,想到一个人。 我不是根绣才学的,是跟珍珠学的。 三日前,隔壁李家买了个女孩,叫珍珠。 人如其名,整个人生的水灵灵,半大个村的人都跑去李家看她。 全程珍珠表现得弱不禁风,一声不吭。 所以大家都没想到,她会在半夜跑了。 珍珠被抓回来时,被李家三兄弟扒光了衣服,绑在李家稻谷场的稻草人上。 周围乌鸦鸦,围了一圈村民。 李家三个男人轮流上阵,穷山恶水。 他们不会羞耻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征服女人的最好证明。 围观的村民都鼓起掌来。 不知怎么,我感觉怪可怜的。 不知道是在可怜珍珠,还是在可怜女性这个身份。 所以半夜,我偷偷跑去给珍珠送吃的。 她求我放了它。 我摇头,但递给了她一把小刀。 离开前,珍珠喊住我,语气轻飘飘的。 你打算一辈子耗在这里吗? 就没想过离开。 我抿着唇药走,她在身后不死心问我。 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女人? 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一下傻站在原地。 她笑了。 我就想像鸟一样,自由,快乐的。 我走了。 第二天天亮,珍珠没跑。 她割了绳子,也抹了脖子,像鸟儿一样,飞上天了。 我盯着阿姐的后背,这几日的忐忑,终于说出口。 姐,我们走吧。 阿姐似乎没听懂走字的含义,翻过身来的时候,连带红被子将我盖在里头。 大半夜还想着去哪儿玩? 睡觉。 我委屈地闭上眼。 半夜,窗户砰的一下被撞开,刮进来一阵阴风, 整间屋子的温度一下子变得很低。 我打了个哆嗦,迷迷糊糊伸手想去拽阿姐的被子, 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滚落下炕,躺在地上了。 从小到大,我睡相都挺差,也没多想, 刚想爬起来,就看见盖在阿姐身上的红被子鼓鼓的, 像刚才吹进来的风惯了进去,抖动不停。 阿姐裹在被子里,有声音传出来,听得我脸上发热。 阿姐二十二岁了,因为外貌从没弹过男人。 我悄无声息又躺回地上去,很快就睡着了。 呜呜呜,凌晨五点多,外头的公鸡叫得异常凄厉, 声音又尖又哑,像夹着血。 阿姐,我惊醒过来,捂着剧烈跳动的胸口, 视线不经意飘向阿姐的位置。 阿姐的脸,姐,你怎么了? 我扑上去,使劲摇晃阿姐,都没反应。 意识到什么,我颤微微伸手去探阿姐的鼻息。 呼吸,停了。 不可能,不可能。 明明昨晚,我们还在谈以后,怎么突然,我流着泪,掀开那张红被子,被吓得往后退了几步。 阿姐平坦的小腹,一夜之间隆起来,像足月的孕妇。 更恐怖的是,阿姐全身只剩一层薄薄的皮,紧紧吸附在骨架上,包括她的脸。 仿佛浑身的血肉,都被吸进那圆滚滚的肚子里,将阿姐的肚皮撑得正量。 这时,阿姐的肚皮突然蠕动了一下。 我愣了一下,以为阿姐还有救,连忙凑进去检查。 里头的东西像印模子一样,贴在薄如蝉翼的一层肚皮上,缓缓转过来,渐渐凸显出模样。 是一张婴孩的脸。 她勾嘴,在笑,啊。 我吓得跌倒在地,连滚带爬跑出去。 妈! 妈! 屋子难得地点了眉灯,黄灯灯的灯光, 映在每个人脸上。 爸妈面色严肃,可说话间,嘴角总是控制不住翘起来。 他们坚称阿姐是合眼男人狗和怀了孕,害怕才吞药自杀的。 不是的,那张红被子,她,她,我哆嗦着,要把昨晚的怪异情况说出来,妈狠狠弯了我一眼。 闭嘴,她吩咐我,去叫七姑婆来。 七姑婆是专门给死人化妆的,村里家境较好的人家,家里死了人,就会去请七姑婆化个妆,让死者体面地走。 我家很穷,正常来说,妈是不可能舍得给阿姐花这个冤枉钱的。 再者,我也不愿意,阿姐不能不明不白地走了。 爸不跟我废话,一耳光砸下来。 这件货未婚先孕,你还想把事情闹大? 嫌你爹面子不够丢是吧? 我捂着脸,对上爸目露凶光的眼神,突然意识到,即使我把真相说出来,爸妈还是会颠倒是非。 甚至把真相捅出去了,他们也只会和村里的人借口使阿姐不检点,让阿姐死后也不能安宁,成为全村人的饭后谈资。 我把眼泪憋回去,转身跑出家门,去叫七姑婆了。 七姑婆来的时候,阿姐的身体已经用那张可恶的红被子盖起来了,只露出一张皱得如同树皮的脸,勾勾赫赫。 七姑婆一看,哀呦了一声,连连后退。 妈强行给她塞了几张五块,自个儿哭开了。 这娃活得好好的,怎么就想不开,喝农药走了,您就给她画画吧。 她生前就不好看,死了肯定也想体面点。 七姑,我也不为难你,你把娃脸上的麻子遮了就成,起码能看点。 说完,妈倒在爸的怀里哭个不停。 我注意到,爸的衣巾是干的。 七姑婆掀开外衬,将钱塞进去,意思了几句。 行了,人死不能复生,你也别哭坏了身子。 说着,她掏出一个卷起来的布袋,摊开来。 里面有铺粉,修眉剪,用来刮面滴一卷绣花线,以及一盒唇彩。 七姑婆对着阿姐的脸,心里渗得慌,不停加快手头的动作。 快上唇彩时,妈制止了七姑婆。 那个,七姑,上红的。 七姑婆表情古怪地抬头。 妈吱吱吾吾道,这孩子喜欢红色。 七姑婆也没多说,手头的小笔刷一转,从装着桃红颜料的那一格,转向大红那一格。 她先给阿姐描了个唇形,然后从唇风到嘴角上起色来。 描到嘴角时,七姑婆手停了大概一、两秒,然后结实地从废馆爆发出尖叫。 跳起来,连坐的小凳都掀翻了。 营地,营地睁眼了。 七姑婆脸上松垮的肉,颤抖得厉害,连吃饭的工具都没拿,就跑了。 爸妈面面相去,搀扶着上前看。 阿姐果然睁开了眼睛,而且睁开的幅度很可怕。 就像有一双手按住她的眼皮使劲扒开,露出大片全是血丝的眼白,黑洞洞的眼珠正对着我们。 她的嘴角慢慢勾起。 啊! 妈看了一眼,发出尖叫。 爸手抖个不停,但仍在强行装镇定。 嚷个什么劲? 人家说了,刚死的人会不老实动几下。 那就是什么? 那什么神经反射? 爸咬牙上前,合上阿姐的眼,手放下来。 阿姐眼睛又睁开了。 反复几次,就是合不上。 爸恼了,揪起阿姐的衣领,对着她的脸颊左右开扇。 死了也不老实,叫你下老子,下老子。 耳光声,很清脆。 阿姐的脸,像上了腮红。 妈还是害怕,上来拉住爸。 行了行了行了,本来就丑,你这样打,人家看了砍价砸整。 晚上就送走了,别气坏自己。 妈心有余悸地拉上那张红被子,将阿姐整个包裹起来,卷成春卷的模样。 在阿姐的头,彻底卷进红被子的那一刹那,我看见她的眼睛像橱窗里的洋娃娃的玻璃眼珠一样,转动了一圈,最后锁定在妈身上。 阴森森的,我打了个冷战,妈没看见。 晚上躺在床上,我心里惦记妈白天说过的话,没睡着,又听了一宿的虫鸣,窗外总算响起异常的嘻嘻苏苏声。 不一会儿,家里的大门拉开又关上,门口有模糊的交谈声。 爸妈没走远。 我连忙起身,跑出去她在门上偷听,听见妈谄媚的声音。 你看,我家营地,其实长得也不错,也怀了你们儿子的肿呢。 霸厚脸皮的负荷,就是就是,所以这价钱,能不能再提高点。 一个陌生男子开口了,满是计较。 老鼠的女儿,也直奉皇家。 要不是这是太损因得,没人愿意干,二十万轮得到你们。 说完,对方好像要走,因为我妈追了几步。 那个,就是我家还有一个女儿,你们什么时候需要再联系,你亲样咒谁呢? 妈没说完,对方狠骂了一句。 然后,空气死一般的寂静。 我没再待下去,垂下头往屋里走。 握紧的手心,指甲陷进了肉里。 阿姐走后没多久,我家在小县城,全款给小弟买下一套房子的事传遍了全村。 爸妈脸都笑烂了,高调的大白喜宴,请全村人到家里来吃饭。 本来村民各自敬酒,气氛也算得上热闹。 没想到唯一没被我家邀请的黎沈,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瓜子咬得咔咔响。 哟,才死了女儿几天呢?又是买房,又是白喜宴的。 这拿的是女儿的卖命钱呢? 村口的黎沈一直和我妈不对盘,我家没小弟那会儿,黎沈常常往妈的痛处扎,我妈是故意不请她的。 我妈扇了扇空气,啼笑肉不笑。 醋痰成精了,大老远都闻到酸味了。 黎沈反唇相激,我酸个屁。 大伙还是趁早散了,我听七姑说呢,她帮林大哥家女娃上妆的时候呀, 人眼睛突然瞪得这么,这么大呢。 黎沈夸张地比划了下眼睛,接着道,当心营地找上门咯。 大伙听她这么说,拿着酒杯,要喝不喝,脸上都露出了迟疑的神色。 虽然他们都知道黎沈是故意找不痛快,但死人的事毕竟会气。 我妈气得鼻子扭曲,抄起一旁的扫帚赶人。 滚!别脏了我家门槛。 黎沈呸了一声,将不小心卷入嘴里的瓜子壳吐到我家门口来, 见我妈不痛快后,哼着小曲走了。 这事,大家都只当一个插曲。 可中元节这天,我阿姐真的找上门来了。 中元凌晨十二点,我们全家本来都在忙记组的事儿, 大风忽然把门窗吹得嘎吱作响,所有的烛火全灭了。 指钱飘在空中,越转越快,越来越多,不时拍打在我脸上。 门口声腾起萌萌的烟雾。 几个女童,抬着一架喜叫,慢慢从烟雾里走出来,嘴里嬉嬉唱着曲儿。 七月半,七月半,新嫁娘呀,回门咯。 我妈搂紧小弟,和我爸缩在角落瑟瑟发抖, 但他们还不忘命令我,去把门关了。 我不敢,后腰挨了爸一脚,往前踉践了几步。 与此同时,咚了一声。 几个女童停下喜叫,看见我,涂着两团圆珠红的脸一歪,笑嘻嘻。 七月半,七月半,新嫁娘呀,回门咯。 这时,帘子掀开来,先踏出一只红袖鞋,紧接着又踏出第二只。 蠢货。 关门。 快关门。 妈和爸,吓得六神无主,小弟更是哭得哇哇叫。 而我,根本没法关门,浑身动弹不得,向被钉在原地。 阿杰已经下了轿子,顶着红盖头,穿着大红洗袍,小腹笼得高高的,来到我身边。 我闭上眼,丝绸布料擦过我的小臂,冰凉凉,激起一阵鸡皮疙瘩。 阿杰走向爸妈,凉凉地问,爸、妈,为什么要关门呀? 是不欢迎我吗? 你们让我嫁人,我回来给你们敬茶了呀。 为什么害怕我? 阿杰越走越近,她头上虽然蒙着红盖头,却精准地停在了爸妈面前。 爸和妈步步后退,爹坐在身后的椅子上,双手抓紧扶手,后背紧紧贴着椅背,额头冷汗不断,就差没晕过去。 小弟这时却冲上去,疯狂扑打阿杰。 贱祸,打死你,打死你。 阿杰垂头看小弟,嘻嘻笑了声。 爸牙关咬得咯咯响,但还是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用尽全力把小弟推到我这边来,也就是离阿杰最远的位置。 阿杰却绕过他,来到妈面前。 妈,女儿给您敬茶。 妈过于恐惧,已经没法给出反应。 妈,您不喝,是瞧不起营地吗? 阿杰的声音变得凶狠无比,端着茶盏的指甲也越长越长,红红的。 喝,妈喝。 妈伸手接过茶杯,茶盖撞在杯盐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嘻嘻,喝吧。 阿杰很满意。 妈裤子湿了,缓缓揭开茶盖。 只见茶盏里,一丁点茶叶渣都没有,只有一颗眼球飘在中间。 眼球翻了一下,乌黑的铜人正对着妈。 妈白眼一翻,吓死了。 阿杰嘻嘻嘻嘻地笑起来,掀起红盖头,露出一只星红空旷的眼眶,伸手将水里的眼球捞起来,装上,而后回过头来。 她望向的是我和小弟的方向。 嘻嘻嘻,阿杰咧开嘴,又笑起来,然后朝我们走来。 不要,我猛地从床上弹起,抹了一手冷汗,才恍惚反应过来,不过是一场梦。 我看了看时间,中原,凌晨十二点。 我身子僵住,爸惊恐的叫声,在主屋响起。 我抬拉着拖鞋赶过去,看见爸跌坐在地上,而妈,静静地坐在一张木椅上。 妈,真的死了,蹊跷都冒出了血。 她的旁边,还放着一壶茶盏。 我捏了捏手心,迈过去的脚步像灌了签一样沉重。 视线一点点从桌子,挪到茶杯,再挪到杯盐,心一横,视线继续往前挪。 茶杯里盛着青黄色的茶水,没有眼睛。 我紧绷地身子松下来,才发现已经汗湿后背,衣服粘在身上,风吹过,凉凉的。 爸注意到我的一场,肿泡的眼皮抖动不停,恶狠狠地问。 你也做了那个梦对不对? 我艰难地点点头,爸摊坐在地上。 快,快去请四叔。 我爸很会打女人,我不敢反抗他一句话,立即跑向四叔的住处。 四叔在村子里很有威望。 有一次,有一户的孩子清明节去扫墓,回来后生了肠大病,吃什么药也好不了,眼看越来越严重。 四叔烧了自己画的符纸,将灰烬兑水,给那个小孩喝。 没想到喝完,小孩立即恢复了正常。 四叔名声从这时传开,除此之外,四叔也是村里家境最好的人。 他的楼房在村里建得最高,也是村里唯一配备坐机的人。 我喘着粗气,敲响四叔家的门。 四叔,我家出事了。 过了好久,四叔才打开门,门敞开一条缝之际,我恍惚看见他脸色阴沉沉的,可等门完全打开,他又恢复了和蔼的神情。 也许大半夜被吵醒,任何人都不痛快吧。 四叔温声道,我知道了,我收拾收拾,跟你去。 村里没这种事,不会喊四叔,更何况是午夜这个点。 所以四叔也不磨叽,带上东西就跟我走了。 四叔到我家时,天空恰巧下起了小雨。 我爸一看见他,立马迎过来。 四叔,你要救救我们呢? 迎递他,他回来报仇了。 四叔看了眼,我妈,没说话,又环顾了屋子四周一圈,眉头紧紧拧起。 他从背包里掏出一个缺口的碗,探出屋檐,接了一碗雨水,随手放在那一盏茶杯旁边。 然后掏出几把米,随意地洒。 有时候洒进碗中,有时又洒在桌面,或者是地上。 过了一会儿,雨水变黑了。 四叔眉头的沟壑加深了,严肃地对爸说, 你把事情经过说说,一点细节都不准漏。 我爸扑通跪在李叔脚下,将梦境一五一时地说出来。 还有呢? 什么? 你家营地,怎么死的? 我爸迟疑了会儿。 四叔健壮,冷哼一声,你要是藏着掖着,只怕大罗神仙也就不了你。 我爸一听,西行几步,一把抱住四叔大腿,我说,我说。 前阵子,小凤不知道从哪搞来的门路,知道城里有户人家有意向劫殷亲。 这家人很有钱,就是他们儿子,好像说是那什么超熊狗熊的基因,是个变态杀人狂,执行死刑后一直到梦里找着夫妻俩。 说自己在地下罪孽深重不得转生,一个人孤单,要爸妈配一个老婆下来。 小凤就想能不能提高价格,这对夫妻也同意了,但前提是,营地的怀上他家儿子的种,好在地下一家团圆。 所以他们和小凤找术士拿了偏方,那张红被子,其实是营地和他家死去的儿子交合的媒介。 营地是生人,怀了鬼婴,自然不可能再活下去。 四叔听完,脸色战红。 有你们这么做父母的? 我爸垂下头,不吱声。 你们把营地给对方钱,还做了什么? 我看这孩子,煞气不是一般重。 小凤找七姑给他化了个洗妆,想着喜庆典,看能不能多捞点。 你们? 四叔指着我爸,一时说不出话来,我爸也知道事情不简单,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四叔,你救救我,救救我和药祖。 我站在一边,看我爸只字不提我,就好像我已经死了。 四叔摇摇头,叹了口气。 你刚刚说梦境里,你家营地看向了叛帝和药祖的方向。 我爸点点头。 四叔伶俐的眼神落在我脸上,又看向小弟和我几分相的脸旁。 作孽啊,作孽。 也不知道他看的是谁,但今晚你和药祖之间,得死一个。 我心一紧,心脏好像都在发痛,刚想求救四叔,我爸就大喊。 四叔,你尽力保下药祖,这个贱货,死就死了。 四叔反手打了爸一巴掌,气得胡子都在颤抖。 这两个娃娃,我都要救。 我眼眶一红,连忙跪下。 谢谢四叔。 四叔扶我起来,递给我和小弟一人一颗赤红,印满梵纹的佛珠。 晚上,你们把这颗珠子含进嘴里,就可以平去你们的气息。 你们大姐今晚,必定还会回来。 记住,锁好门窗,尽量躲起来。 无论它怎么叫唤,都不要硬答。 哪怕靠近你们,也要沉住气,不许害怕。 熬过你姐头七就没事了。 说完,四叔又招手把小弟叫出去。 你家药组还小,容易坏事,我多和他交代几句。 我爸扑通跪下来。 四叔,一定要保住我邻家的根啊。 我看着我爸一夜之间衰老的背影,突然很想,很想,给他一脚。 到了晚上,我按照四叔说的做,正考虑躲房间哪里比较稳妥,房门这时轻轻敲响, 一轻一重,在寂静的夜里,十分恐怖。 我一颗心提起来,全身都在发抖。 姐,是我。 原来是小弟。 我浑身贪软下来,开门把他迎进来。 小弟没了平时跋扈的样子, 养着脑袋脆弱地问。 姐,我害怕,能不能和你待一晚。 我摸着小弟的头,心里很复杂,想了一会儿。 行。 我转身,打开衣柜,愣了一下,随后吹灭蜡烛,对小弟说, 我们今晚,先在衣柜躲一夜吧。 就这样,我俩缩在衣柜里,不知过了多久, 差点睡过去时,房门外又响起熟悉的曲儿。 七月半,七月半,新嫁娘呀,回门咯。 这同声,在寂静的夜里,十分悚然。 我和小弟面面相去,黑漆漆的空间里, 只看得到彼此发亮的眼珠。 我眼里是她,她眼里是我。 门轻轻敲响,小妹,姐来看你了。 阿姐一连敲了几下,三重两轻,反反复复。 没人搭理后,阿姐轻声说,小妹睡着了, 那阿姐进来了哦。 我和小弟缩在角落,抖得不成样。 门巷受到巨大的冲击,破开了。 从衣柜的门缝里望出去, 阿姐还是穿着大红洗袍, 头顶红盖头,脚下那双绣花鞋, 到处走呀走,走呀走。 最后停在炕前,鞋尖正对着炕。 她拱着腰,双手在床上摸索。 找不到小妹呢? 红绣鞋又动了, 阿姐在屋里走来走去, 走呀走,找不到。 终于,她恼了。 食指忽然蹦出长长的肩胛, 用力插进肚皮, 往两边扒开。 清脆地声响, 像一匹丝绸自中间撕裂。 滋啦啦地响, 一个浑身是血的婴孩从里面爬出, 掉落在地上。 中间,还连着一根旗带。 她像狗一样在空中四处秀, 然后朝我们的方向爬过来。 最后,停在了衣柜前, 抬起黑洞洞的眼孔。 透过缝隙,四目相对。 吸吸吸吸, 她笑起来。 小弟吓得嘴一张, 我眼疾手快下了死尽捂住她的嘴, 自己为了压住尖叫, 已经咬破舌尖, 鲜血从嘴角流出。 找到了, 就别调皮呀。 阿姐把她塞回肚子, 半弯下腰。 衣柜中间的小凤盾石被一片红挡住。 是阿姐的红盖头。 她伸手, 缓缓地掀起了红盖头。 红盖头一点, 一点, 上升。 我和小弟平住了呼吸, 感觉心脏都要停止了。 姐。 小弟在我耳边吐字, 我低头去看她, 对上她阴毒的眼睛, 一股大力猛地向我袭来, 我整个人撞向一侧的柜门, 滚了出去, 躺在阿姐面前。 我往衣柜看去, 一侧柜门打开, 一侧关闭。 小弟就躲在关闭的那一侧门后面。 世界静止了, 阿姐垂头看我, 鲜艳的红唇勾起。 她蹲下身, 双手朝我伸来, 一点点靠近我, 我抬手捧住脸, 摸到一阵凉意。 再也尽受不住, 昏死过去。 天亮了, 我没死。 小弟却死了。 他吊死在衣柜里, 眼眶抱起, 舌头伸得很长很长, 那颗赤金色, 印满梵门的佛珠掉落在他脚下。 爸和四叔赶了过来, 看到眼前的一幕, 我爸这个一向擅长打女人的男人, 突然变得脆弱无比, 嚎啕大哭。 不过哭归哭, 他也没忘记把拳脚招呼在我身上。 贱货, 你做了什么? 害死你弟? 四叔紧紧凝视着我, 抓住我爸。 行了, 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 当下怎么保住你那条小命, 才是重要的。 我爸立马不哭了, 四叔, 我想活。 四叔看着我, 那双狭长窄小的眼睛深深锁住我, 若有所思。 你在营地手下逃了两次, 他也许不想伤害你, 但也许你是最后一个。 我垂下头, 盯着斜面。 昨晚, 四叔不在房间, 那他又是怎么知道该出事的是我? 而我阿杰, 放过我了呢? 我爸激动得脸通红, 四叔, 那能不能替命, 让这件货替我去死? 四叔叹气, 能是能, 就是不知道盼帝愿不愿意。 他敢不愿意? 我爸扑过来, 手举得高高, 却停住了, 因为我抬起头, 指示他。 爸, 我愿意的。 我爸摸摸鼻子, 善笑, 好女儿, 爸养你这么久, 的确是你报答 爸恩情的时候了。 他丢给我几张小钱, 去, 去买点肉回来。 今晚做点好的, 就当爸和四叔为你践行了哈。 我捏着钱, 买了上好的肉, 回到家, 在厨房认真做起饭来。 我得好好做, 不能粗心。 这是我能够喂爸, 做的最后一顿晚餐了。 爸比我想的还要急。 刚吃完饭, 爸就叫四叔把带有他生辰八字的符纸, 贴在我背后。 四叔又剪了几撮我爸的头发, 压在我鞋里, 让我穿上。 我爸则在一旁忙着, 将用来附住我的绳索泡进穴里, 他的脚边摊着数十只割了井的乌鸦, 有几只甚至还在抽搐。 做完这些, 我爸三两下把我绑在房屋里的柱梁上。 乌鸦血腥臭无比, 我晚饭差点都吐了出来。 本来不用乌鸦血的, 但我爸听四叔说乌鸦血之音, 是招邪物的好东西。 为了更好招到我阿姐, 我爸特意连夜上山抓了许多乌鸦回来。 做完这些, 他们就退到柴房去了。 我望着天花板, 默默数数, 数到第1235秒时, 诡异的曲儿响起了。 七月半, 七月半, 新嫁娘呀, 回门喽。 阴风吹开门, 呼啦啦刮在我脸上, 气气黏黏。 阿姐从喜叫上下来, 一栋绣花鞋, 端着茶盏递到我面前来。 爸, 女儿只给妈敬了茶, 还没向您敬茶呢? 我控制不住地发抖, 希望阿姐能认出我。 姐, 姐, 我是小妹呀。 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说不清害怕, 还是想起了和阿姐在一起的时光。 阿姐却恍若未闻, 爸, 您是嫌弃女儿的茶吗? 别嫌弃呀。 阿姐掀起红盖头, 头一滴, 一颗泛着血丝的眼珠冬的掉进茶水里, 咕噜噜翻了一圈, 黑色的铜人正对着我, 眨了下眼。 啊, 我爆发出尖叫, 然后, 一切都静了, 再然后, 公鸡叫了。 我从床上坐起来, 伸了伸懒腰, 原来是梦啊。 对了, 去看看爸怎么样了。 爸的房门敞开着, 我站在门槛外, 像隔着光年看向屋里的人。 爸被绑在他房间的柱梁上, 身上沾着星星点点的乌鸦血。 他昨晚倒下的时候, 我恶心地差点晚饭都吐了出来。 他跟妈一个死样, 蹊跷流血。 哦, 原来也不全是梦。 至少我梦里的经历, 就是我亲爱的爸爸的经历。 四叔站在我身后, 嘲讽地说, 还真是青出鱼蓝胜鱼蓝, 你爸做梦, 也没想到你会和我合作。 昨晚, 我在饭里下了迷药, 只在我爸碗里。 所以, 我爸倒在桌子上的时候, 四叔刷得掏出刀, 做防御的姿态。 我笑笑, 四叔, 别这样啊。 我知道你暗地里干得够大。 我还年轻, 在你干的这一行里, 能够帮上你不少忙, 以及, 赚更多的钱。 所以, 我爸和我, 你选一个。 很显然, 四叔选了我。 我和四叔一起, 把我爸的尸体, 转移到他房子的地下室里。 四叔刚接了大单子, 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术刀, 在我爸肚皮滑出一道口子, 不一会儿, 血珠子就疯狂往外冒。 这期间, 我看着头颅被铁钩穿透, 挂在墙上的小弟尸体, 钩唇笑了。 如果不是小弟吊死后, 我越想越气想去补几刀, 我也不会撞见四叔在挖小弟的器官, 更不会知道他在贩卖人体组织。 四叔注意到我这边, 手上的动作不停, 一边往外掏我爸的内脏, 一边颇为赞赏道, 你这女娃够有诚服, 够狠, 长得也不错, 以后确实能帮上我忙。 你这人畜无害的模样, 能骗到外头不少女大学生。 我笑笑, 凑近四叔身边, 夺过他的手术刀, 看着我爸, 眼里闪过良意。 四叔以为我还不解恨, 哈哈大笑, 这些年很恨你爸爸。 毕竟他, 四叔脱长音调, 细谑地看我。 我手一将, 四叔已经靠在桌檐, 摘了手套, 在一旁的金盆里洗了洗手, 点了只雪茄慢悠悠抽起来。 很意外我知道。 说实话我也挺意外的, 好几年前, 你家对外宣传你得了疯病, 只能关在家里头。 我本想把你撸过来, 没想到啊, 我趴在你家墙上, 看到你挺个大肚子, 才知道是那么一回事。 哈哈, 你妈不能生, 所以, 药祖, 其实是你儿子吧。 我垂下眼眸, 努力克制翻涌的情绪, 抬起头笑得明媚。 是啊, 那又怎样? 四叔皱眉, 不喜欢我这样带着讽刺味的笑, 刚想张嘴说几句, 我却拉过他的手腕, 视线落在那只名贵的表上。 五, 四, 三, 你在发什么疯, 话没说完, 我利落地将手术刀掉了个头, 用力捅进自己的小腹。 疼痛慢上, 我用气阴道, 四叔, 忘了说, 我用你家的电话报警咯, 所以, 下地狱吧。 话音刚落, 一大群警察冲了进来。 我握着插在小腹的手术刀, 跌坐在地, 哭喊道, 求求你, 求求你, 不要伤害我。 一名警察同志把我打横抱起来, 我更激动地狂叫, 不, 不, 不要伤害我。 小姐, 不要害怕, 我是警察, 你安全了, 医疗团队马上到了, 坚持住。 我缩在警察怀里, 对被靠住带走, 经过我的四叔轻轻挑眉。 四叔猙獰着要冲上来, 被按住了。 他嘴里叫骂, 贱人, 你算计我, 哦, 丧家之犬的无能狂吠罢了, 四叔因拐卖妇女, 非法售卖人体器官, 被判了死刑。 而我, 离开了大山, 来到大城市, 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解剖室里, 助手小丁听完我讲的故事, 张大着嘴久久回不过神来。 最近, 我们碰上了一件棘手的案子。 被害者小丽被拐卖到山村, 家属报案后, 和警察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小丽所在的山村, 结果正看到村民在火化小丽的尸体。 买方一口咬定是小丽跟他儿子私奔来的, 不是拐卖, 也声称小丽是物喝农药身亡。 更离谱的是, 全村的村民都在替他作证, 死无对证。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 从小丽遗留下来的骨骼找出被殴打, 强迫的证据。 这很艰难, 所以熬了两晚之后, 小丁一定要我讲个故事性醒脑。 林姐, 虽然有点恐怖, 但我还是觉得这个故事里的女孩子们都好可怜哦。 小丁感慨道, 为什么这个世界总有那么多的东西, 能够轻而易举伤害到女性? 爱情, 亲情, 甚至一次主动地对陌生人的善意帮助。 我轻笑, 所以啊, 我不做鸟了, 只想尽可能地, 尽一名法医的职责, 尽可能地, 做他们的正义。 藩外义我妈生下我, 就害了不能生的毛病。 她恨我, 所以便招法折磨我。 冬天零下十度, 只准我用冻的人直打颤的吸水洗澡。 一开始洗, 我生了肠大病。 妈很开心, 后来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我没死, 这具身体为了生存, 反倒适应了冷水洗澡, 体质也变得更好。 妈崩溃了, 把我的左手按进滚烫的热油。 很痛, 我哭了。 隔壁帮忙来查药的大姐, 看着我白净的小脸和我妈说, 事情已经这样了, 还叫什么劲, 你闺女这模样将来多的是汉子药, 以后生下的小孩也好看。 我妈心思一动, 不折磨我了, 上老瞎子的药管, 讨了几副中药, 天天熬给我喝, 从不间断。 喝着喝着, 我迎来了出巢。 在村里这个女孩普遍营养不良, 大多十八岁才来月经的情况下, 我十二岁就来了。 我流干眼泪, 才知道妈为什么天天熬中药给我喝。 妈在等, 等着用我的子宫给爸生一个儿子。 番外二第一年, 我生下一个女孩, 孩子智力残疾, 妈抱着她到后山, 埋了。 第二年, 我又生下一个女孩, 这次是先天性失明, 妈也埋了。 第三年, 我终于生下男孩, 正常的。 妈跪在地上, 又哭又笑, 只喊菩萨显灵, 爸给她起名药祖。 番外三衣柜里的结, 其实是我打的。 我想死, 听人说穿红衣, 吊死在封闭的衣柜里, 就能成厉鬼。 我想他们都死, 番外五我没死成。 阿姐带走药祖, 她凑在我耳边说, 小妹, 阿姐把他们都带走, 以后你的人生不会再有阻碍, 你像鸟儿一样, 自在地活。 我泣不成生。